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我想講一個大家都很想學,不過我以前都很想學 一個技巧,得分技巧,拋頭,Volter 最常用的就是矮仔,沒有那麼高的球員 然後1,2,放嵐,拋頭 我們開始了,首先講拋頭什麼時候用? 在哪個位置用? 如果你說現在NCA,我剛剛看,看到有些 有些point guard,他直接取代了jumpsuit 即是他們現在會在這裡拋一步,開始拋頭 這裡開始拋,很遠都拋的 他有他的道理,當你練習慣了這個動作 其實都在兩分區域,真心講到很大威力 你說是否可以取代射球呢? 穩定性方面當然會差一點 但是如果你本身射球都不准 是一個動力型的控球 我也建議你練拋頭,比練射球好 真的,因為我經常覺得現代籃球打快 三分線上面會有很多center 有很多power forward 其實中間的空間其實大了很多 但是當你過了一個的時候 有時候進去又會被很多人夾擊 雖然他的空間大,但夾擊也快了很多 所以這個距離現在都可能是Volter 但我們先不要說這麼深 我會說近一點的 好了,Volter 即是拋的 OK,怎樣練呢? 第一件事 拋頭你認為是否下碗 我會定為有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 單腳跑的 OK,會 1,2,4 OK,這類型是否下碗 因為我們正在跑 正在跑 其實如果你要練一個Volter 你要記住 這個是一個走纜延續 新長板 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當,假設我們在這裏 你要當一塊板在這裏 走纜 如果你的一塊板 當我在紅線 你要當紅線那裏走纜的話 你要在哪裏開始跳 是不是在這裏開始跳 第一步 OK 我們就是1,2,4 4 可以嗎? 第一件事 你真的要當它是走纜 要4 第二件事 就是 最重要是 為何有很多人做不到 或者超級大力 其實呢 你的腳貼在地上的時候 扔 很難扔得進 變相反過來 剛剛你會看到我 是要跳起 OK 一定要跳起 Full 你會容易控制一點 跳起Full的話 你會容易控制很多 OK 好了,講我動作怎樣做 第一 擺邊 我建議 拍球 肩膀在這裏 上次講了手腕 這樣才是直腕 不是這樣 你這樣扔不到 你一定要施 好了 跟著 掌心 拋出去 教你一個練習 近近地開始 1,2 拋 OK 慢慢去Full 距離 慢慢就是這樣拋 盡量 不要落碗 只是靠肩膀 手的力量 跳起 拋出去 記住重點是 一路一路做軟 記住重點是 跳起 拋 一定要跳起 拋 你不跳起的話 你會很大力的 連住地下 正如射球力量的時候 你連住了就大力了 腰又夠直 跳起的時候 因為腰一定是直的 你變相會很大力 你反過來現在拋頭 是要收力的 所以我們是跳起 放 球 放在肩膀的位置 一定在前面 明白嗎 這就是單手的拋頭 掌心 推出去 手腕直 1,2 跳起 放 OK 好了 這是第一個拋頭 第二種拋頭 我會覺得它近乎Derek Rose那種 它會怎樣拋頭 DRIVE POWER STOP 跳起 放 這一種 就要落碗 為什麼跟剛剛那種不同呢 就是因為 剛剛那種單腳跳 你是一個移動中的動作 變相你不可以落碗 盡量拋 讓球的去勢 換了你球的去勢 而這一種呢 因為加了POWER STOP的關係 POWER STOP 你會變成停下來 然後跳起 你這個距離 反過來 不會動得很厲害 會在同一條線上 所以它近乎像一個射球 是一個快射 所以我們呢 就要落碗 同樣一樣 右手拍 POWER STOP OK 跳起 落碗 拋的同時一樣 放在肩膀位置 拋 落碗 試一下 OK TRIVE POWER STOP 跳 落碗 OK 再來多球 插 插 GO POWER STOP 落碗 要落碗壓它下來 OK 再來多球 炒了這球 再來 再來 GO POWER STOP 落碗 OK 一樣 我們 由近開始練 POWER STOP 放浪 落碗 再來 POWER STOP 落碗 OK 再來 不進的繼續保持住 POWER STOP OK 再退後 POWER STOP 放 OK 慢慢一步一步 練熟的手感 POWER STOP 放 OK 你會看到有時會很大力 有時會很勢力 所以記住 你一定要用手腕去控制 POWER 基本上完全是 一個手感的 一個 頭籃技巧 你一定要不停練習 不停練習 如果我們練習的話 記住 由近開始 拍球 POWER POWER HARD DRIPLE HARD DRIPLE POWER STOP 放 落碗 再來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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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記住 我們上次射球落碗的影片 講過 兩隻手要用力 POWER OK 慢慢一步一步 向後 拍 POWER 落碗 一步一步向後退 越來越遠 FOLD POWER 明白嗎 一路向後退 請問 你FOLD 會不會說FOLD 到三分 很少 但在中間這個位置 POWER 這些位置 應該可以的話 就常練這個位置 剛剛炒了 不好意思 再來 POWER OK 行不行 試試慢慢一路練 FOLD 是一個完全手感的 一個頭籃技巧 你想準確的話 肩膀 波在前面 不要放在頭上 波在前面 跳起 FOLD 行不行 記住 跳起 FOLD 如果我們雙腳停 更加要跳起 用手腕FOLD 如果我正在跑 跳起 不要落碗 掌心去FOLD 試試兩個不同的FOLD 你可能對一個特別有感覺的 用那個 又或者兩個 你都可以用的 你會看到我在左邊 我左手練不到FOLD 我左邊 右左 單腳FOLD 右邊 POWER STOP FOLD 你可以練好這兩個動作 怎樣可以容易一點 舞 勤力 一定要不斷練手感 練熟手感之後 你就可以真正擁有這個技巧 還有最後一件事 不是DRIVE到進來 看到高佬你才FOLD 而是FOLD 是在你DRIVE的時候 OK 在DRIVE的時候 GO 這裡 你已經選定了 看到高佬在三秒區的位置 我們已經是選定這個進風手法 OK GO GO 明白嗎 已經在這個位置選定了 而不是進去 才再選 進去的時候 你根本是亂的 你看到所有人FOLD 都是向一個空位 然後就FOLD OK 再來多球 FOLD OK 明白嗎 POWER FOLD 試試吧 有沒有問題 雖然未去到百發百中 我都希望 以這個練習方法 慢慢一步一步練到你的手感 可以嗎 OK 好了 希望這個FOLD可以令到你 更容易在藍底 容易得分 記住重點 不是衝進來 不是蹲下頭衝進來 看到有人才放 正在炒 早早決定 我們是在這裡 一個 已經看到高佬在藍底 我們要選擇 BOO 明白嗎 BOO 因為再進去 你進去 在高佬面前放 藍上加藍 有沒有問題 好 希望今天這條教學片幫到你 BOOTER OK 好 封設高野 NCA式 PASSDOP BOO DGE Legends Way DGE Pose F最後 反吵 凱